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体来说并不是很讨喜 就连金庸自己都评价张无忌说 张无忌的一生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 被环境所支配 无法解脱束缚 较少英雄气概 于连舟跟张无忌不同 有十足的英雄气概 于连舟是一个男人未十足的角色 他外冷内热 话虽不多 但重情重义 属于人狠话不多的类型 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时 于连舟念及自己武帝张翠山和阴天正之间的翁绪关系 他不惜跟空同派众人翻脸 也要维护身受重伤的阴天正 于连舟这个人 比起元华事故的大师兄宋远强来 显得更有几分人情味和古道热肠 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开山祖师 有七位德意弟子 江湖人称武当七侠 一个侠子就点名了这七位武当弟子的人品 《倚天屠龙记》中 张三丰早已归隐江湖 不问世事 武当七侠就是武当派的门面 而于连舟就是武当七侠中武功最强的一位 张翠山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七兄弟之中向来是二哥武功最好 十年不见 小弟更加望尘莫及 于连舟不仅武功高强 而且下手非常狠辣 性格沉稳果断 有勇有毛 这是一般的正派弟子所不具备的 在《倚天屠龙记》中 于连舟算是转一流高手 那么 他跟书中光彩夺目的光明左使杨骁相比 谁的武功更强 在六大派高手中 能跟杨骁相提并论的寥寥无几 在《倚天屠龙记忆书》中 杨骁 范瑶 四法王等名叫高手 他们的武功从头到尾 变化都不太大 而武当七侠不同 他们七人的武功是一直都在不断进步 于连舟才出场时 被玄冥二老一掌打出内伤 此时的于连舟跟少林空文 空智和美派的灭绝师太相比 尚有一段距离 于连舟再出场时 就到了六大派围攻光明顶 此战中 于连舟虽然没有出手 但从武功不及他的宋远桥出手看 此时的于连舟已经超过了名叫四法王的水平 此时的于连舟比起身负两层乾坤大挪移的杨骁来 也许还稍有不及 但也能支撑三百招以上 到了一天屠龙记的末尾 于连舟出现在了屠师大会上 在屠师大战中 于连舟所展现出来的强横实力 已经稳稳压阳枭一头不止 在屠师之战中 于连舟先是用太极功法 空手接住了俄眉派的雷火弹 这雷火弹属实难解 力道稍微掌控不好就炸了 只有太极功法以柔克刚才能稳稳接住 原著中写道 群雄见到这雷火弹如此厉害 无不害然 心想 当时除了武当派高手之外 只怕没几个能接得住 随后 于连舟用武当武功直接废了逆途宋情书 此时的宋情书学会了九阴白骨爪 他打败了三位丐帮一流高手 九阴真经已经数十年不在江湖出现 当场的武林群雄都不知道怎么应对九阴白骨爪的诡异招式 此时 杨潇 范瑶两人都在一旁观战 在张无忌受伤无法出战的情况下 杨潇站在一边不说话 范瑶琢磨出几招破解之法 去跟张无忌请教 于连舟不用跟张无忌请教 直接用出自己自创武功 胡爪手和武当武功 两百招之后就废了宋情书 杨潇是没有十足把握打赢宋情书的 有把握的话 他早就出手了 打赢宋情书还不是于连舟的极限 于连舟的极限是把周志若逼得同归于尽 以天屠龙记原著写道 于连舟一抓住鞭烧 盼着腰间受他一腿 左手探出正是一招胡爪绝护手 周志若无可抵挡 心中如电光般闪过一个念头 我今日死在于二侠手里 此时的周志若修炼了部分九阴真经 连张无忌都被他打出内伤 在图师大会上 张无忌不能出战 如果于连舟不出手 谁也不能打赢周志若 杨潇同样也不是周志若的对手 两层乾坤大挪移对上九阴真经胜算很低 所以 金庸先生才安排杨国后人黄山女子出场 来收拾周志若 作为武当派的第二代掌门 于连舟修炼了张三丰传授给张无忌的太极拳剑之后 他的武功在后期突飞猛进 而且 武当派的武功有个特点 越练到后期功力增长越快 在倚天屠龙金木尾时 于连舟的武功已经可以跟成坤 玄冥二老相提并论 此时的他已经超过了杨潇 加以十日 于连舟的武当九阳功练到一定境界 别说杨潇了 玄冥二老也不是他的对手 好了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大家若有不同见解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经典武侠剧的朋友 记得订阅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